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帶大家做這個彩虹糖果凍 就是彩虹糖的啫喱 其實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歡吃彩虹糖的 當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畫面 其實是非常之震撼的 當中你會看到為什麼顏色越來越少呢 那麼有趣的呢 其實主要我是倒轉了鏡頭去拍的 當中我自己把彩虹糖排在那邊 然後加了點水下去 就會導致彩虹糖的顏色 就會擴散到碟的中央位置 其實整個製作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首先要用彩虹糖一包 當中還有乳膠粉和電子磅 去量度重量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就要把彩虹糖的顏色分類到每一種不同的顏色 當中其實一包彩虹糖裡 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顏色 你看到這裡 會有六款的顏色 我們就要有效地 把彩虹糖的顏色分為別類地分清楚它 你就會看到藍色 紫色 紅色 橙色 黃色 和綠色 接著我們就要把彩虹糖排列得很整齊 在碟 或者在碟的邊位的位置 其實那個配搭自己去自由選擇就可以了 排完之後我們就要開乳膠粉 大約用了這個十一克十二克的乳膠粉 大約用這個一百克的水 去溶液 當中溶液之後 讓它攀動了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乳膠粉的溶液 你也要用力度去溶液的乳膠粉 因為其實也挺難用的 記住用熱水 就不用用冷水來攪拌 因為其實真的挺難攪拌的 攪拌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倒進碟裡 碟裡已經有彩虹糖 當中大家就可以看看那個變化了 你看到那個情況是非常震撼的 其實這個過程裡 其實一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我調了快鏡 所以你看到那個情況是非常震撼的 你看到這個情況 在跌度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個彩虹糖 其實表面裡面有很多色素在這裡 當它在液體的介質的話 那些色素就會擴散 由高濃度的區域擴散到低濃度的區域 所以就會做到一幅這麼漂亮的圖畫 而當中裡面 這裡我自己除了用彩虹糖之後 你也可以用這個MXM去試試 其實那個效果都非常顯著 那為什麼我會用到這個乳膠粉呢? 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夠把整幅圖畫鎖緊去 到最後做這個食物的時候 又有得玩又有得看 還有到最後又有得吃 到最後放進雪櫃之後 看出來的效果都非常之美 和非常之震撼 所以無論大朋友小朋友也好 可能你吃這個彩虹糖的時候 你吃得太滿的話 不如試試用這個形式 或者用這個表達的形式 去做一個彩虹糖的果凍 或者彩虹糖的啫喱的話 慢慢去玩 慢慢去吃 和慢慢去享受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讓大家掌握到 當中裡面的技巧和背後的科學原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